我觉得现在几个主要的民调 在这四大公投里面可以看出来 在反莱猪还有公投榜大选这两项 几乎都是强势领先 也就是同意比不同意是强势领先 那珍爱藻礁也是有一定程度领先 大概可能最接近的就是重启核四的部分 而重启核四的部分它又有区域性的 比如说我看到台湾民意基金会里面 比如说像双北台北市 它的不同意就超过同意的 所以这也会造成比如说有一些县市首长 他们针对有些议题的部分 他就会采取比较保留 我想谈一下就是说 到底在公投大选的时候 行政资源应不应该中立 这个部分显然在之前其实是没有定论的 比如说昨天立法院党团国民党党团 反正就举出来说中游在他的加油站有贴纸 说就是对于珍爱藻礁要不同意 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质疑 你知道中游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第一时间反应是说 啊这跟我们公司无关啊 这个是个别员工的行为 个别员工的行为 可是那个立法委员有讲啦 立委说那奇怪了 那你做广告呢 做广告的时候也是个别员工自己觉得 我就可以动用这些广告资源吗 那一直到昨天 你可以注意到苏贞他说 这个有关于这些公投啊 都是针对这个行政的政策 这个行政部门或行政官员 本来就应该为自己的政策辩护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的执政政府 包含行政部门 当然以这个王美花跟那个陈吉仲 这个不用苏贞昌交代 反正他们就成为一个 这个反对公投的一个大将 那从苏贞昌 等于说一下了军令状之后 我相信所有的行政部门 还有公营事业 中油台铁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有钱 会全部的动起来 不管是人力物力 其实最可怕的 就是这种资金的资源吗 这种资金资源还不止说 你看到的说做广告 那我所了解的是 我刚才在这休息节 我也问宗嘉宾委员说 你们要办几场的活动 因为我所知道的 民进党的这些民意代表 通通都在办宣讲活动 大大小小 那请问一下 你知道过去 我直接说过去 在这些中油台电国营事业 他们就会资助一些 特定的立法委员 过去不是还有那个曝光的吗 立法委员直接啊 跟这些中油台电要资源的啦 别说他们办一些 所谓的地方的服务 未来会不会结合 我要讲就是说 你们要这样的行政资源不中立 然后呢动用国家机器 未来跟你的民进党的地方的代表 民意代表的这个反公投的宣讲 会不会做结合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 我觉得现在整个都混乱 这种混乱是说 你那个算是说 哎呀选举啊是选人 所以啊行政要中立 然后但是呢 这个公投啊是针对政策 是针对事情 所以呢行政可以不要中立 话都是你在讲嘛 话都是你在讲 所以我觉得趁这个机会 应该要做一些零七 我必须说民进党的双标 实在太可怕了 不能每一次 民进党你执政 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啊你不能用的时候 别人不能用 这整个乱套了嘛 不要再动用国家机器了 现在动用行政资源 之前动用监察院 来纠正那个马英九时代的 这个经济部长 你今天做一个这个事情 需要这样子吗 整个民进党上上下下动起来 我觉得这最可恶的是 动用国家机器 还有让行政资源 完全的不中立 帮助你民进党 在做你的政策宣传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